虽然近年来全球经济表现不尽理想 但是像路易威登 爱马仕等奢侈品牌的业绩仍然表现不俗 究竟这些品牌为什么对消费者这么具有吸引力 让他们历久不衰呢 根据品牌顾问公司Interbrand最近公布的统计数字 全球前七大奢侈品牌公司的品牌价值总值超过680亿美元 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在奢侈品价值排行榜中 亚洲女士最爱的路易威登的品牌价值排行第一 不过今年最受业界瞩目的是排行第二的法国品牌爱马仕 过去一年来 它的品牌价值增长幅度最大 这个公司的排名和2014年相比上升了14名 12个月来增长了22% 排行第三的股持Gucci 是排行前七名的奢侈品牌中 唯一一个品牌价值没有出现增长的公司 第四到第七名奢侈品牌分别为卡迪亚 蒂夫妮 蒂夫妮 托达和博伯特·罗斯 是总部位于洛杉矶的罗斯马德里德市场行销公司的创意主任 他表示 奢侈品牌需要有三项特质才能生存下去 那就是高品质 真实感和适应性 制造材料都要高品质 但是一个奢侈品牌需要的不只是这些 还需要有真实感 有一个原创的理念 比方说爱马仕创建于1837年 劳斯莱斯的第一辆车制造于1906年 这些品牌都有悠久的历史 他们一直以来都按照他们创办时的理念制造产品 他们主导潮流 他们的顾客总能依赖他们生产出具有创意的产品 而不是模仿别人的产品 虽然奢侈品受欢迎 不过它的缺点当然就是要价惊人 路易威登的一件包包2000美元起跳 甚至还有包包超过4万美元 爱马仕的一条普通丝巾要价400美元 一个茶壶将近1000美元 因此不小心可能会请假荡产 德州销售员特雷罗斯说 购买如此昂贵的产品必须小心谨慎 如果你有能力购买这些高级设计师的产品 那你就尽量去做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赶上别人而负债去买这些产品 我们应该量入为初 享受我们负得起的产品 亚曼达帕克是德州的一名医生 他偶尔会买件奢侈品 犒赏自己和家人 我认为我们有时候会希望买我们真的很想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为自己或另一半买个皮包 那是可以的 也许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别的地方 但是偶尔享受一下是可以的 专家表示 未来品牌需要成功 必须特别注意人们的需要 他们必须在人们想要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品牌公司也必须善用科技 并赶上现代科技和消费者品位的迅速变化 否则很容易被时代潮流抛在背后